血染海豚灣,中國是幫兇 染紅的海灣 海豚痛苦掙扎 最終難逃避殘殺的命運 每年9月至5月,日本和歌山縣泰地丁市的漁民 以極殘忍的方式獵殺海豚 他們驅趕海豚到一處隱蔽的海灣 以漁網將他們重重圍困,再以長矛刺殺 漁民聲稱捕獵只為食用 但實情是,海豚肉根本沒什麼市場 他們只是借出口至全球各地的水族館 謀取暴利,每條可以賣接近6萬港元 日本傳媒星期六引述水產綜合中心研究數據 只在2009年至2014年期間 日本一共賣出760條海豚 當中354條出口至全球12個國家 以中國為最大買家 其次是烏克蘭和南韓 聯合國的資料顯示 日本捕捉的絕大部分海豚 都是出口至動物園或水族館 總部設在瑞士的世界動物園和水族館聯合會 早前因為日本的水族館從太地丁購買海豚 一度暫停日本的會員資格 直至日本的水族館同意禁止圍捕海豚 會籍才被恢復 而組織的網言顯示 雖然中國的水族館數量正在增加 但只有兩間香港的水族館加盟組織 無港不足 所謂的海豚 收集團